好 就是这么着简单的硬币穿杯哈 很多人私信我说 隔着屏幕看不明白 那么接下来咱们出一个慢动作详细教学 不用点呼吸 也不用点关注 好 首先我们用一支笔将硬币这样撑起来 接下来将这个塑料膜拉至透明状 把硬币这样包裹起来 这种硬币看起来像是在外边 其实已经在里边了 来看一下在里边 接下来把玻璃杯拿过来盖上来哈 看起来像是在外边 只要轻轻按一下都落下去了 就这么简单 学会了吗 感谢你的浏览 嗨 美女 四根皮筋在上面挂一张钞票看到吧 来 用手捏着钞票 对 捏紧哈 来 从这里哈 晃一下 哎 跑到第二根 来 再晃一下跑第三根 再晃一下跑最下边去 妈呀 怎么呢 厉害吧 来 马上教学 来 看一下 好 首先我们准备工作 两条皮筋分别套在两个手的食指和五明指哈 接大拇指把最下边的角度到最上面来 上面三根手指一次放进来 形成这个状态哈 接下来让美女把钞票捏住哈 来 先放上来 这样捏住哈 接下来很简单 再一次放开就可以了 十字放开跑第二根 中字放开跑第三根 五明指抽出来就跑最下边去 你学会了吗 好 古人的智慧挑战不可能 这个东西叫做马蹄锁 它的玩法就是在不破坏这个锁情况下 把这环取下来 大家看一下这环完全被控在中间的部分哈 按正常思维是不可能拿下来的 怎么拿下来 大家仔细看 将这个锁向正前方扭180度形成一个交叉 接下来将缓弱的交叉点中心的位置向一起合拢 它是可以逃脱出来了 看起来就这么简单 如果不往这里想的话 你是永远想不到的哈 来 接下来放进去一样 把它放进去 这样拉下就可以恢复原点哈 不要看这么简单哈 无往今来 让无数的挑战者都已失败而够